第1隻挑選港股是中海油883 中海油對原油價格走勢敏感 在預期油價持續高期下 中海油值得繼續看好 中海油將為星期三公佈去年業績 總合宣章預測 去年預測每股盈利是1.6倍人民幣 按年增長1.8倍 對應預測PE大約5.2倍 2021和2022年預測息率分別是8.20和9.8 中海油近日表現較為波動 建議先以2月份股價密集區9.9附近收集 目標先看前高位10.9 結果跌穿近期9元就要止虧 第二隻挑選港股是中移動941 中移動上星期公佈業績 去年營收按年增長10.4% 盈利增長7.7% 集團收入結構進一步優化 數字經濟迅速發展 推動收入增長的一大動力 中移動現金流持續保持健康 去年度末期息是每股2.43港元 按年增長3.8 年同已經派發的中期息每股1.63 全面股息合計每股4.06 集團已經計劃 從2021年起3年內 逐度將派息比率提升到70%以上 按彭博綜合券商的預測 中移動2022至2023年的預測息率分別是7.40和8.2 摩托指中移動增加派息對市場來說是一個積極驚喜 可以推動股值重股 將它的目標價由60元上調到70元 中移動在公佈業績後股價在列口上升表現更好 可以長線持有 建議參考摩托以70元為目標 跌穿近期揮位47.8就要指示 美股方面今天和大家看看 這個金融科技股Block SQ Block改名前叫做Square 旗下有Cash Up 是一個擁有點對點支付 轉上投資加密貨幣交易等功能的應用程式 另一部分就是賣家生態系統 即是幫助小商戶做實體和網上零售 並且處理交易的支付 同時會提供硬體設備 比特幣交易是早幾年吸引用戶的賣點 這個目前對收入有很大的影響 但對盈利的貢獻還是很低 Block因為投資影響業績 今年同樣需要捱 早前完成收購先買後付公司 Afterpay 與其今年的營運支出會增加 而撇除Afterpay影響支出預計升3.8% 市場預期2022年收入只會增長1.1% 經調整的EBITDA 因為支出增加而要下載1.3% 到2023年收入增長0.3% 經調整EBITDA增長6.1% 但仍於去年第四季收入和盈利都好過預期 所以在月底公佈後可以跳高升26.14% 另外以市銷率 即price to shares來看 只有3.6倍 算是有吸引力的